在今天的分享中我想特别感恩我的母亲 回想曾经的自己 母亲为了引导我走向学佛念经之路 走向一个积极的人生 吃尽了心酸 因为我的母亲才有现在的我 曾经自己的抽烟 痴迷于网络游戏 日夜颠倒 嗜睡不醒 严重地影响了学习与生活 这让母亲非常着急 时常为我和妹妹伤感流泪 她想尽一切办法提醒我改正错误 母亲一方面不停地唠叨我 另一方面不停地为我念经做功德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我 帮我改掉坏毛病 当时的我虽然感恩母亲为我所做 怎奈业力缠身 有心无力 无法证实自己的问题 也没有信心去改变自己 无奈地任由自己继续堕落下去 回想当初 如若早日学佛念经 母亲所受之苦 定能减少许多 因为靠佛力加持 更容易走出人生的低谷 在2014年 母亲第一次带着我去参加 卢君洪台长在纽约举办的法会 在法会前后的几日 有两个梦境与大家分享 梦境一 梦见自己在学校教室里 进来一位老师 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了个佛字 后说 做人一定要信佛 不然这是黑板上的佛字 突然间变成了深渊的渊字 老师接着说 不然你就掉进去了 掉进深渊里 梦境二 梦见自己与一个灵性 手拉手往前走 这个梦正是提醒自己要念佛教经文组合 小房子超度身上的灵性 但愚痴的我当时并不肯念经 以致让自己和身边的亲人多受煎熬 希望在座的各位要引以为鉴 懂得通过学佛念经来消念和超度身上的药经者 须知灵性和人实属两道 长期在人身上会导致一些病痛 运气 事业也会受到阻碍 使我们谋求不顺 心情压抑等等 通过念经 修心 可以超除灵性 消除孽障 大大的改善这些情况 从而可以达到修心改命的目的 真正学习心灵法门 是开始于2018年 在母亲的坚持下 每周六我都会去观音堂 参加白化佛法共修 品尝美味素餐 除此之外 母亲会时不时带我参加周四的素香厨艺班 那段时间受到观音堂各位师兄的关心和鼓励 受到观音堂浓浓佛琴的感召 即使因懒惰无法坚持 也会对观音堂时常有些挂念 尤其对观音堂的素食 当时的我还需要母亲推着往前走 2018年9月的纽约法会 我得到了与师兄们一起为法会义工 一起做素餐的机会 每天为两三千位法会义工准备早中晚餐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黑白颠倒的准备餐时 白天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左右 晚上做餐一站就是一宿 虽苦游容 这是觉得这是我在昏尘的人生中 过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抱着这种心情 我仿佛找回了自己的钱囊 纽约的这周里 每当我累了困了都会对自己说 没事累了很正常 再坚持一下吧 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凌晨 困得不行的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 很快就入睡了 醒来发现其他师兄仍然在坚持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很交情 不就是少睡几个小时吗 忍一忍就过去了 就在我困疚时 母亲与另一位纽约师兄 为我送来的早餐和咖啡 手里拿着两份早餐 心里沉甸甸的 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所谓男儿有泪不清淡 但我并没有去忍耐这份愧疚之后的感动 而是让眼泪来冲刷内心的污垢 就像九汉冯甘雨 就像心肺突然打开 被灌满了爱与关怀 就像突然醒悟 懂得了很多事情 明白观世音菩萨永远无条件地 在原处关怀指引着我们 等待着孩子们的醒悟和归来 明白人间的母亲为了我们受了很多苦 经历了很多心酸 明白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 来回报这份无以回报的爱 可惜改毛病没有那么容易 在纽约法会后 有段时间我还是没有坚持念经 连戒烟和戒游戏都在多次的尝试下 无果而终 但我仍然坚持每周六 与母亲来观音堂学习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里果真有大能量 在读诵和背诵间我懂得了很多道理 使我对白化佛法与心灵法门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再加上母亲从未间断过的关心和鼓励 观音堂师兄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自身开始感觉有好转了 特别是跟着母亲坚持吃素的这段时日里 感觉特别开心 饭菜变得越来越可口 慢慢尝出素菜里独有的一种甘甜 就干确决定许愿吃长素了 2019年的1月 我与母亲和师兄们 在参加悉尼法会的期间 近距离地见到了卢君洪台长 并与台长合影留恋了 在法会上活泼幽默的台长 来到会议室与大家合影时 声音软了许多 并带着疲惫向我们问好 当台长挪动着步子朝我们走来时 我突然意识到台长其实已经很累了 看着疲惫的卢台长 想到他为救度众生 一定消耗了许多气力和精力 相比于自己的懒惰 台长的努力坚持 突然让自己自残行碎 为何台长可以做到我却做不到 为何相信佛菩萨的我不肯好好实践佛菩萨的智慧与慈悲 卢君宏台长为我们做榜样 为何我不好好地以他为榜样 菩萨给我们一个进步的平台 就要多来 只有来到干净的地方 才更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 来到充满正能量的地方 才能使你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放下怀疑 隔阂 多来了解融入观音堂 现在我不再抽烟 也不再玩游戏了 把玩游戏的电脑放进了地下室 不再去想了 在刚开始戒烟的两周里 确实会觉得很难受 有时还会觉得自己手里还夹着烟 每当烟引来时 我都会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 我一定要戒烟 戒游戏 每日通过念经与念诵 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 使自己越来越好 母亲见到我的进步 非常开心 总是笑咪咪的 自己的进步 给母亲带来了欢喜与安定 感恩母亲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感恩心灵法门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感恩一切 感恩大家